曾經有一個案例 發生在某一個醫學中心的急診室 平中縣原住民族長照服務研發中心 舉辦原住民族長照服務學術研討會 同時以剝落心靈 健康照顧 長照專業服務及都市原住民 共四項主題進行實務交流 其實對我們來說很有幫助是 讓我們可以知道說 原民長照他其實不是跟主流的長照一樣 他有不同的族群 有不同地區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必須要去透過這樣的方式 真的從學術的面向跟食物的面向的交流 了解到說 什麼樣才叫做在地的長照服務 平中有九個原鄉 我們怎麼樣針對原鄉的長輩 做不同的差別 做不同的照顧 做更新的照顧 以部落為中心 我想這是我們則無旁貸 也希望透過今天的原民研究的一個 原民長照的一個研究中心 我們相關的研討發表 為提供部落長輩跟周全專業的照顧 去年成立的平中縣原民長照服務研發中心 目前已記錄超過150個長照服務家庭 收集171名長照個案的生活樣貌與照顧需求 希望會未來政策規劃奠定基礎 得到衛福部的高度肯定 平中縣展示整合部落友善照顧模式的初步成果 也深入探討照顧的心靈創傷與療癒 專業服務配例及都市原住民族的長照服務 研討會匯聚全台產觀學經營 希望透過跨界經驗交流 為平中原鄉長照政策提供寶貴的參考方向 原師兄得捨 評論馬加採訪不到